六四发生的时候 台湾的民众 台湾朝野 都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 都是谴责中共暴政 声援中国人民 坚持民主价值 这个我们对台湾人民 非常的感慨 感配 包括对当时的国民党 都很感谢 但是 后来台湾发生了两种变化 一种变化是 从南营来说 由于中共的利诱和拉拢 是比较南营人士 不太再敢坚持 在六四问题上发生 对这个民主和价值 有所削弱 所以给我们感觉到 执政的国民党方面 对六四的话题 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有所冷淡 我们感到非常的不安 在绿营方面 民主党方面 民进党方面 我想有两个 一个是 民进党不管是在野 或者在朝 都跟我们中国民运 保持良好的互动 而且他们对六四 一直有发声 有声援 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的 也是非常感佩的 但是另一方面 绿营中 也有一种声音 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 绿营中认为 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家 不要管中国的事情 所以中国是专制也好 民主也好 是政府也好 是民间也好 是民运也好 是共产党也好 他们都不想管 所以因此也有一种 冷漠的态度 这个在绿营中 有局部的出现 这种现象 当然同样是 我们感到不安 我想 即便台湾是另外一个国家 它也完全 可以关心一个邻居的 一个邻居的 那些民众的权力 就好像两个邻居 那个比邻而居 隔壁 因为有人杀人 至少 你出为人道的考虑 你应该去 要么制止 要么报警 要么谴责 不应该说自若罔文 我想如果是 中国大陆的专制 持续的话 台湾民众 不管他们是什么主张 不管他们是主张统一 还是主张独立 终极统一 还是终极独立 他们对一个专制的邻居 对他们都是一个祸害 都无法做出 台湾人民的选择 只有一个民主的中国 才有可能让台湾 做出一个 他们的自己的选择 国民党再度连任的话 这种亲中的 或者亲共的趋势 只会强化 而不会弱化 台湾像走进一个 专制的中国 走进一个专制的中共 我想不是台湾之父 也不是世界之父 我想美国的底线 也不会看到一个 民主的台湾 跟一个专制的中国 相拥抱 最后使这个 不成的航空母舰 转过来 成为专制势力的桥头堡垒 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这是全世界人民 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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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